好,現在來排3乘3的 先把這個Rubiscuit找出來 在這裡 那一樣,我們先來排紅的 把這個第一個拉上去好了 那這個紅的應該要在這裡 所以就這樣子排 那再找紅的在哪裡呢? 紅的這個紅黃在這裡 把它拉下來 那不好,要放在另外一邊去才可以拉得出來 那就剩下這兩個,這兩個要把它擺上去 這個是紅白,把紅白擺上去 那紅黃是在這裡,把它擺上去 紅的下面是橘色 那橘的又兩個好了,兩個在旁邊 那就用這七步絕招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再一次就會好了 1 2 3 4 5 6 7 好啦,黃的,橘的,進去了 但是有兩個位置不對 所以我擺這樣子 然後呢,再重複這個七步絕招 1 2 3 4 5 6 7 做三次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這樣子的話,四個角都統統排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再來排紅色的 紅色的 這個紅色的應該 看起來應該要從這裡上去 開始來排紅色 第一個在我們眼前的是 紅跟白 那我們就要這樣子拍啦 把紅跟白放進去 再找找看有沒有紅的 這個紅的現在在這裡 看看這個是紅跟綠 所以把紅的排進來 剩下一個沒關係 那我們先來排橘色的 剩下那個洞可以利用 來排橘色的 這個是橘跟藍 所以把藍的擺出來 我們看看 橘跟藍在這裡 那我們利用這個洞把它擺好 所以紅的就不會跑掉 哇,錯誤 等一下 要到另外一邊才能夠排 這邊 這邊才可以排 當橘的時候 橘排進去 紅的不亂 下一個是橘跟綠 把橘跟綠 拉出來 一樣 再做一次 橘 擺進去 紅色還是不變 再來這個是橘跟黃 橘跟黃 先把它對好 把橘排進去 再來就剩下一個了 剛剛應該不應該這樣子做 剩下一個的時候 有點詭異 這個應該是要這樣子做才對 我們看看 這個橘色的 要到另外一邊來 然後放在紅色的旁邊 剛剛一不小心又把一個橘的拉出去了 真實的 再來再把紅的 那這個紅的位置也不太對 等一下 先把紅的拉出去 我看看還是先把橘的 排進去好了 橘跟黃在這裡 橘跟黃 好 現在各剩下一個 這個時候就是 有點tricky啦 要把這個紅色的 排到橘的旁邊 這樣子不行 等一下 這樣子不行 要這樣子做 換邊做 把橘色排紅的旁邊 再把紅的排進去 這樣子上下兩面就排好了 再來 嗯 怎麼又還有一個沒排好 真實的 又沒看到 這個沒看到 OK 那就來排這個了 橘色的 先把紅色的排到它的旁邊去 那就這樣子做啦 把紅色的排到它的旁邊 這個要再過去一個 再一次 把紅色排到它的旁邊 然後再把橘的排進去 橘的是在這裡 橘跟白是在這裡 等一下 要這樣子對 橘的放進去 好吧 現在就上下兩面了 再來就剩下中間這一排 中間這一排 的確是會有一點tricky 那 這一個的話 可以這樣子做 把這個轉過來 轉過來 然後再上下 拉過來 這樣子的話 你看 我們就剩下兩個 常常常會遇到這種情形 就只剩下兩個 哇 等一下回去 剩下這兩個 這兩個的排滑 我是這樣子排的 我是這樣子排的 拉過去 拉過去 把它當作在排兩面一樣 哇 等一下這個又排錯了 那把這個黃的 黃的 翻過來 我看看 要怎麼做 把黃的 翻在這裡 對 然後再把白的 翻到黃的旁邊 再把黃的 翻進去 這個時候就快好了 這時候呢 就剩下最後一招啦 你看看現在綠的 有一個 有一個不太對 那紅的呢 紅的是對的 藍的也對了 那要把橘的排上來就可以了 這個橘的是在 等一下 錯了 回去 橘的是在這裡 我看到了 OK 那就這樣子啦 把這個轉過來 然後轉到這邊來 然後轉一下 然後 完了 這樣就好啦 啊 時間還是拿的比較長一點 好嗎 按讚 好嗎 謝謝